早前香港的搶救潮里,我团结了一些面粉 我上网见到九龙面粉厂里有两种高筋面粉 分别是胶和牌的专业高筋面粉和特级高筋面粉 今集就给各位看一看 首先给大家资料 根据资料,特级面粉的蛋白质含量是13.5% 而专业级面粉的蛋白质含量是13% 即是特级面粉应该是比专业级面粉高筋 另一个分别是特级面粉是写明美经漂白 而专业级面粉写明是零添加物 所以我会假定专业级面粉是有漂白 否则就无理由标示没有漂白 后期制作面片时我才发现特级面粉有添加到维他命C和酵素 维他命C的作用就是帮助面粉阳化 从而令到面粉提升面筋的强度态 面包的内部结构 详细来看这个网站 所以我对它声称美经漂白就觉得很质疑 另一个添加物就是酵素 别称是梅 它作用就是将大分子分解成为小分子 详细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所以这个面粉可以在短时间里帮助面筋形成 但长时间其实它会弱化了面筋 提回网站 特级面粉就比较适合面包初歌使用 容易掌握柔软度好 我觉得原因是应该加了梅 短时间就会准备面筋 如果你是用一般的小酵母 短时间发酵的伸手 应该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而专业吸面粉就适合做手游式的手工面包 吸水承稿 新言承好 那究竟准备是否真的有分别呢 所以今集我用了两种面粉分别 剩两个面包 看看有什么分别 面粉的包装和平时的面粉是很不同的 背面就有胶带 要撕开胶带先打开面粉 那我是撕到我侧而言我自己硬不硬 那我最后是要出用全力才可以撕开它 胶带下面就有密封夹带 使用了之后就直接夹上 这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方便贴心的设计 因为它可能是整条的密封夹带 那再加上它的密封夹带 其实有点硬 所以我觉得面粉会比较难 那至于有没有加强度的保存效果呢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现在比较个模型度先 那两个面粉都是过了我小的 那现在加水 那两个面团的水量差2% 那主要原因都是因为我少不太多的水 那所以我觉得两个面粉的吸水量都差不多 经过两小时autoline 我先去看一下它的伸延性 那它两个都可以拉出一个很薄的薄膜 但是它的硬性就不太好 那很容易穿 那这个100%的帮我所有的面团全部面团 那你看到是很坚硬很多的 那我混合了1个小时 那再做一次的薄膜测试 那这次的薄膜更加坚硬 那两款面粉的伸延性我都满意的 那我会觉得它的分别都不大 那这种呢 那再做一次的薄膜就在冰面粉 那就是绿豆腻吧 那麵粉全麵粉就由一了 那麵粉就由一了 那麵粉就出来了 那麵粉就由一了 那麵粉就出来了 那麵粉就出来了 現在比較一下成品 不知為何兩個麵包都是沒有耳朵的 但高度很高 體積很大 現在切開來看看 2個麵包1個chrome都很漂亮 每個麵筋都好像打開了 所以內部是很柔軟的 但麵包表皮很硬 因為我是第二天切開的 所以它很硬的外皮變得很硬 已經硬到連咬也覺得很辛苦 那我就在想 為何它沒有耳朵 所以我再做一次麵包 今次是混合麵粉的時候 已經將白糕筋粉和醋麥麵粉混合在一起 現在就看第二次的成品 今次兩個麵包都有耳朵 體積都不差 今次可以看看 嗯 還可以看其他麵包 今天這麵包也不錯 我買了一包 但我跟上一次比,我都覺得上一次會比較好 因為上一次所有氣孔和麵筋都很棒 但這次我覺得有些地方都還沒打開 兩個麵包的味道差不多 但上一次的麵包就比較軟 這次的麵包的表皮是正常的 就不像上次咬到咬到口頭 我覺得兩隻麵粉操作在味道上 都沒有很明顯的分別 這兩隻麵粉都沒有哪一隻特別驚艷我 我覺得跟其他的白麵粉都差不多 如果你是用雙月酵母煮一些 即是會加糖、加牛油那些 我會推薦你用特級麵粉 因為加了梅可以短時間令麵筋形成 應該會比較容易操作 但如果你是煮酸麵包 我覺得你自己去衡量一下 因為加了梅可能長時間會影響麵筋 但我這次第二次煮麵包 我用了差不多36小時 我覺得麵筋沒有特別弱 始終維他命C 都比其他的漂白劑更好 如果你真的想用一個 沒有漂白麵粉 其實價錢會貴很多 因為沒有漂白麵粉 其實是需要放進去蒼泉一段時間 要天然熟成了麵粉 所以麵粉箱成本得高很多 另外一個有趣的發現 原來用了不同的混合高筋 來傳統方法 竟然對耳朵和麵筋的影響那麼大 之後我應該會繼續做實驗 去找出逐50%傳統麵包最好的方法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